4月21日下午,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,截至目前,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亿几次。 那么一剂新冠疫苗是怎么去到接种者身边的呢?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的疫苗接种专班工作人员曾爵,每天来到单位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电脑登录这个页面。 这个名为广东省疫苗流通和接种管理信息系统的页面,现在是曾爵和同事们工作的核心。 我这边的话,市集控给我们拨了秒之后,然后我这边要下发,在系统上面要操作,下发下去,然后就要在这个系统上面操作,就下发这里,下发下去,然后下发下去呢,就会操作成功,之后就在这里,这就是我刚才操作的那张单。 系统显示,疾控中心刚刚得到了上级部门分配的2400剂疫苗,曾爵用最快的速度在系统上提交辖区内18个街道近30个接种点的疫苗流通出库单。 这样就完成了对新到的这批疫苗的分配计划。 而另外一边开始忙碌的,则是国药集团位于广州的疫苗专库。 在温度为2到8摄氏度的冷库里,工作人员在接收到疾控中心发来的信息后,便开始准备疫苗出库工作。 每一剂疫苗都有对应的编码,工作人员在分检的过程中,要数次扫描并录入系统。 另外,温度的把控对疫苗也尤为重要,这其中科技力量功不可没。 这个温度计划仪,我们要把这个碳头,这个是温度计碳头,要放在这个箱子里面。 然后这个温度计放在这个。 这个温度计是能够远程的发射数据的,我远程的平台也能够监控箱内和车的一个温度数据。 那确保整个疫苗的一个质量,一个安全。 冷库工作人员完成疫苗扫码,出库装车,通过冷链运输,将疫苗送往各家医院和各个疫苗接种点。 货车行驶40分钟后,白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就接到了这600剂新冠疫苗。 同样是迅速地将疫苗送进冷库进行存放。 而在开始接种工作之前,医生还有一步重要的工作要先完成。 批号,要核对一个批号,一个疫苗的一个有效期,一个数量,这些都核对。 核对没问题的话,就确认入库。 入了库之后的话,每一批,每一支疫苗的去向,这里都,在系统那里都可以查得到。 可以清楚地追溯得到哪一支疫苗是打到哪一个人的身上,我们这个系统都可以查询得到。 曾绝和同事们现在基本都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,夜晚10点还在工作,早上6点就有新的疫苗计划要分配。 一剂疫苗顺利完成接种,既有科技和网络的助力,也有心血和汗水的护航。 自正的技术 唯有tır的投资 revel说该在建立中和门